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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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 é 这是要出大事啊 带水仙 坏人睡眠十恶不赦 好 好 粽子给你热好了 赶紧拿过来吃吧 谢谢猪姐 猪姐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我们酒店今天来了一个高规格的团 酒店年轻服务院没有这方面经验 我还是早早过去坐镇吧 你是不知道那些贵宾的随从 有多狐家狐为 吃饱了才能一起开火 就是能睡好 吃再多东西也填补满 我这空空的脑子 我昨晚也没睡好 说我得找个地方蜜蜗 免得晚上上课的时候误人子弟 今天摩小柯几点下班了 我去接你吧 不用 有两胎出笋呢 等一下 那就洗肋骨出气 应该知道怕了 好 好 好 你昨天晚上喝酒了 肠胃肯定受损了 今天别喝凉的 喝点温热的 好 好 我想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 很多想法应该都是相通的 比如我来评价我手底下的同事 我更看重的是他能不能做事 至于他有没有蒙冤 并不占太多的权重 你要清楚 管理者替你伸冤 安抚你的小心灵 目的也是为了让你平心静气地做事 并不是在天生的就好打不平 你想清楚这些 你今天上班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妈跟我说 最近是非常时期 一定要小心谨慎 无过便是工 可是我听朱姐你的意思 是让我好好工作 努力出活 是这个意思吧 我记得你妈妈是 在事业单位工作吧 像在事业单位工作 只要不犯会坐牢的错误 就是不会被开除的 那确实你过便是工 少做等于少错 但是你是在私企啊 你不出活老板不养你 你平时不出活可以赖欲充数 但现在你们老板本来 就是皱着眉头把你留下来的 你要是再不出活 再加上你们公司最近的动荡 你是导火索 你可以想想你们老板的心情吧 少做少错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可我们公司的领导呀 坏就坏在没犯需要坐牢的嘴 不过朱姐的建议确实有用 还是得考虑方式方法 朱姐 谢谢你 你说完我明白了 可是我现在 不想回到公司 看到那夫人的嘴脸 可是我更不想失业 可美红 我麻烦你搞清楚 现在根本就不是你想不想失业的问题 是你根本就不能失业 你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名人 你们圈里的人 都在关注你们公司的最新动态 顺带把你这个新鲜出炉的名人 深深刻在他们短暂记忆上 你现在敢失业 我保证 在他们短暂记忆失效之前 你别想找到新工作了 你再想放飞行个 起码也得忍到半年之后 当然了 如果你跟我说 你可以跟家里伸手要钱也能活下去 那你就当我放屁 洪浩 她说的是这个理 我说的是办法 她说的是后果 你这次好好想想 不用再担心考虑不周了 为什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 珍珍 你昨晚没睡好吧 都是因为我 朱姐和于初辉也没睡好 可是你昨晚已经见到 于飞雪那个样子 我不能不管呀 丑美总 来了 咋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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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 从李七星家出来那次之后 心情就一直很糟糕 闭上眼睛我就开始胡思乱想 像我爸我妈那些事情 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然后最近工作又忙 如果真的是因为忙工作也就罢了 净是些吧 还有破应州 迎来送往那些破事 一点建设心意意都没有 然后今天又是凌晨三点才下班 下了班我想 甭回家了吧 反正也睡不着 就直接来找你了 再也想 你也睡觉呢 好嘛 我从那会儿坐你家楼下 等到现在了 古人话说 伸手不打送早餐的人 行賄而已嘛 真熱癡不耽誤你上班 說吧你到底來幹嗎了 說話呀 來沈欣 沒錯 太沒錯 我媽說到下午要來趟上海見兩個客戶 說身道給我燒了點東西 晚上又到我那兒住 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她 我說你這是死腦筋啊 這些年你滿世界的鳳飛 交了那麼多個女朋友 你爸媽 我怎麼就交了那麼多個女朋友了 我只有你一個好嗎 假裝信你啊 不管你交了多少個女朋友 你爸媽可沒嫌棄你啊 那能一樣嗎 你怎麼不一樣了 那次我回來之後 仔細再一想 挺廢物你媽媽的 既顧全了全家 特別是顧全了你 又一點呢都沒委屈自己啊 拿得起放得下 是個有個性的明白人 趕緊吃 趕緊吃 洗手啊 我打算辭職了 為什麼 一生活沒有壓力 二不願意為了糊口的工作 才是讓自己的生活 隔壁紅紅正為了可能失業 抓起腦肺呢 大少爺這種欲准 真討大 是認真的 你甭跟我打岔 我打算休整休整 去大學 應批一個教師的職位 憑我這文憑 還有我這工作經歷 那是戳戳有餘 說切到外 但感情裡是為了寒暑假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別的我說不上 我的親身體會呢 就是在沒有房貸車貸的情況下 你又不考慮結婚生子 一萬塊錢的收入 已經能夠讓你在上海 活得挺滋潤的 請供參考 這才叫人化 我認真地跟你說 經過我認真考慮 我認真地評估了我的未來工作和生活之後 我才做的這個決定 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你記住了 你真考慮我 財務能夠自理 成年人當然有權做出自己喜歡的選擇了 好 就像你說的 我一會兒就去辭職 剛好 下午等我媽來的時候 應該有個話題 避免尷尬 吃咱這油條 怎麼都沒有醬油呢 我的支持有那麼重要嗎 當然 甚至可以說 最重要 嗯 喂妹 长话短说啊 我骑车在上半路上呢 大姐 你帮我说服一下 爸妈和小弟好不好 我总不能从宾馆出嫁吧 我婚礼上总不能 一个家人都没有吧 这要是传出去 我到时候怎么做人啊 我昨天晚上给你 想了个办法 到时候在你婚宴上 摆几张娘家人的酒桌 就把咱爸妈 还有弟弟的位置留出来 要是他们不去 你就当众说出来 以后不能见人的是他们 又不是你 不是 姐 这都是钱 我们家那些邻居 都是什么货色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要是敢供他们 白吃酒席的机会 他们就敢脱家带口的斗来 那我一周酒席上签了 我公务得起吗 我 大姐 结婚是我的人生大事 你怎么现在还是 毫不关心的态度啊 我当初大赤的时候 想要考公务员 你不肯汇钱给我上培训班 我只有毕业了 想要找工作 你说你没有门路 给我在上海找工作 好了 我现在落了个十八线 小地方的破工作 我好不容计 我找了个好人家 我就指望他 不安稳日子了 你不肯气我高兴 你不送礼金 我都没有说什么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 馊主意的害我呢你 你为什么总是在我 人生大事的时候 拆我台唾我后腿呢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 我可以帮我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办 我都不想要 你不是我 我都不想要 你怎么办 我没想要 你怎么办 我还没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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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姐 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不太放心 过来看他 现在什么情况啊 警察进去了 半天也没什么动静 只有一个枪没让他跑了 别动 老实点 走 好 快点 快点 方小姐 已经确认了 是陈独发 还有他的两个同伙 另外几个同伙 我们已经掌握他们的行踪了 你放心吧 一个也跑不了 好 谢谢你们 我们应该谢谢您向我们提供线索 对了 你那个邻居小和 你回头 转告他一下 让他不用害怕了 坏事我们都抓住了 好 好 再见啊 拜拜 上车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了 快点 这里不能停车 我决定好了 我不会辞职的 我认真的 你一直在这儿耍我呢 是逗你呢 喂 来挺早 真做得住 何敏鸿 您来挺早呀 来这么早 苗 馬尾 一样 好 一样 几百万 搞定了 小肠 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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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那个稿子我已经写完了 发到您邮箱您看到了吗 主编 谁能看到我出火了呀 真不是我调戏你啊 你可比我富二代多了 我就不信你没遭遇到 来自老师 同事 还有家长的内容质疑 那富二代能坚持吗 我今天早上有多纠结 你都不知道 天哪 我感觉我被不幸地言重了 这一辈子都没法逃脱的命运 可偏偏在我结识的所有人里面 那个最理智 最正派的富二代 你竟然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你才励志 你们全家都励志 你才励志 你们全家都励志 你才励志 你们全家都励志 所以说 我立刻摆脱了命运的虚无感 我在想 我那么多同事 都能活下来 我一定可以 只不过回国时间短嘛 水土不服而已 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珍珍 我不打算辞续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能让我体面地生存 还能对我父母有个交代 所以 我没有理由怠慢这份工作 就这样 没错 也是工作呀 而且呢 又是你的爱好 你这个月的稿费赚得不少吧 我查你的账户喽 真意外 这也就开始管账了 这也就开始管账了 缺色投入之快令我猝不及防啊 我看好你哦 才行 我帮你 潘昭秀 专统号 你们干吗 吓死我了 你又迟到 我们这种公司 敢正经拍出人吗 快说说 你们两个走样 来 我们觉得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大好去处 那个初领导他这么欺负 是个人都不能认 对 我们决定要搞事情 不要闹到初领导 身败名裂被开除 我们再辞职 反正我们很抢手 新公司也愿意 迁就我们的世界 真羡慕 羡慕什么 你也一样 我怎么一眼了 虽然我是一名 维护基础号 激光系统的工程师 但是我做不了那种 悄悄答答动手的活 只能做一只三角猫 在这儿窝倒我 你快跟他说说 你告诉他 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人才呢 不用安慰我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 都是骗人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拿回去工作 走 走 我让你借一步说话 是 你也说了你不喜欢现在工作 但是你毕竟是光学专业出身的 编程这一块你应该拿手的呀 编程这门口我大学就学了一学期 跟真正的术控专业出来的人也比 我连三角猫都不如了 顶多十只独角 你先别打乱我 你先听我说 上个礼拜 陈昭生的同学 推荐我去深光 做了一个邪术设计 他们那边的术控组呢 当然很专业 但是他不了解我们的专业 我要把所有的参数 都喂到他们的嘴边 甚至连传感器 都要带着他们手把手调一次 每调一次 就有开不完的协调会 会后我的手臂都酸疼 为什么 因为说不清楚 我的手都要跟着一起使劲 体力 脑力 时间一起浪费 而且还做不好 但是要是由你来做配套的 输控系统就不一样了 本来我们做的设计 产生数据都是由你来处理的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了 要挖就要挖一整个团队 他们听了满口就好 我 你呀 这就叫跨界型人才 高大上都不得了 我说真重要啊 那 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工资 我帮你问过了 我一个月两万五 你一个月两万 而且看成果还有提成 最重要的是 这个只是报价 不是吧 我这么值钱 你们也这么值钱 这可是IT行业的工资 现在外面技术人员的工资 很高的好不好 来 我出去找工作我才知道 像我们这种拉出去 就能用的技术人员 现在以下能力很高 我们平时在公司 自觉做的那些工作 含金量很高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这儿 就是个培训中心 现在肯招新人 给新人机会 还能够让新人 安心做专业的公司 很少了 那些私企 要么就是怕那些新人 学会了就跳槽 不敢招新人 要么就是跟新人 签一大堆的严格合同 什么保密协议 什么同业竞争条款 这些东西让新人 根本就不敢跳槽 跳槽了也没有办法 干本专业 基本就废了 对 而且我们这行 现在知识更新得特别快 日新月异 中老年人的精力 直接跟不上 现在外面最缺的 就是我们这些年纪 又当大 拉拽就能干的工程师 山中放弃 是少一千年 月薪两万的话 税后是多少 这些都可以谈 而且我保证只高不低 两位 上 咱们今天不是搞事情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 如果谈好下价 并且工资还不错的情况下 搞事情就得谨慎 我听我同学说 那些正规公司的人 舍对新入职的人 都会做招聘被调 要是知道我们 在上一家公司搞事情 而且搞特别大 哪家公司敢亲药呢 不议 余淑卫 你还是野路子多 这叫常识丰富 你这叫负荷型人才 说得有点膨胀 好了 就这么定了 咱们等夏家签好了 再回来搞事情 你们呢 先谈 寻价 之后我们再一起分析 哪家公司最适合我们 再然后我们一起去谈价 我先说好啊 我可不想离开上海 最多能接受苏州 杭州 没错 我也不想离开上海 只有陈昭生去哪儿是无所谓 搬价太麻烦了 搬价穷三年 复义 行吧 好了 我要准备去 搞事情的道具了 什么道具啊 散会 打电话吧 好 喂 李总 您好 我是上个礼拜 一起做协作的朱萌昊 对 我和我们团队的另外一位谈过了 是 她是个女生 没有 没有 不会 她特别坐得住 而且熟悉专业 等于是双学士学位 一般人真的做不了她这个活 我和陈昭生的是偏技术 她是偏统筹 对 她是上教大的 好 那下午见 这什么表情 这个深光技术副总李总 一听说阿初是个女生 叽叽咕咕地问了很多问题 又是问结尾结婚 又是问未来想要几个孩子 但是一听说她是上教大毕业的 马上就定了面试时间 我就是在想 如果当初高考的时候我不逆翻 把西教大的文凭换成上教大 当初来上海找工作 肯定容易得多 如回脑子是零的 再偷懒也零 我们赶紧搞下一个吧 今天争取全弄完 明天就可以搞事情了 下一个是 崇光 我来打 我觉得崇光不如深光有前途 那也打一打 货币三家不吃亏 你们先过去吧 好 你们先过去吧 喂 什么事 大姐 二姐找到我公司来了 她说是你指使她找过来的 她说什么 我不让她婚礼如意 她就砸掉我的新工作 不是 大姐 你怎么能给她出这种馊主意 你脑子有病吧 不让你二姐从家里出嫁 是你的如意吧 她胡说呢 她撬掉我的女朋友 撬掉我前一份工作 我不确认她结婚这个机会 挽回我的损失 我能怎么办 她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既然她是你嘴里的什么人 那她说是我指使的 你就信啊 你出门不带脑子吗 上班别给我打电话 我工作宝贵人呢 妈 妈 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上班的 已经完成对房间的检查和布置 客人的资料 跟近日抵达的时间已经完全熟悉 请王总做指示 你 Cindy 你在前台时期的成绩最好 但是你对酒类的了解 经常性会出现偏差 朗朗 你着急的时候会练血得浮躁 但是你对上海的了解无处其右 Daisy 你是几个部门实习的成绩最均衡的 但是你的英语不够过关 还有你Tom 同样的问题 今天是我们酒店 启用私人管家服务的第一天 你们四位培训的总成绩 是我们酒店第一批私人管家当中的前四 所以这一次的接待任务 将交由你们四位完成 你别跟我说你在紧张 就是个面试 而且你是骑马着马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们现在这工作吧 吃不饱 带饿不死 起码不用担心失业 激烈 是 但稳呀 而且很稳 陈超生你是不知道 我大学四年 家里几乎没怎么给我寄过钱 全靠我做导购 做家教 做小事工挣钱 不过大四倒是靠编程挣了一点 可我们工科生课程级 哪那么多时间轻工俭学 那会你知道你最怕什么 怕生病 一生病叫丢掉一个工作 丢掉了工作呢 就得再找 一来一回 好几天的生活费 就没了潮落 我这是落下心病了 我还挺怕神光的工作做不久的 那就努力工作多赚钱 以后一个月 赚新再两三个月的工资 这些年我们可以咬紧牙关 少消费 多存款 存款理财 钱生钱 要是在算上提成的话 应该也能存下二十万 二十万在手的话 就算你两年没有工作 也不会饿死 所以你还怕什么 我就是这么安慰我妈的 而且我总觉得 我们未来十五年 都是发光发热的好时候 这十五年里应该不存在 没人雇佣我们的情况 我们只要做好财务规划 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现在还有哥们吗 对 对 余初辉啊 真没想到 你骨子里还是个保守人 跟你这种和不湿肉迷的人 没话说 哥们也是苦出身 可我这样才能跟你们俩比吗 好好好 行行行 承认了 你啊 黄莲水里泡大的 身残至箭 拽拽 李总 来了 请坐 这位就是小鱼吧 嗯 是我 坐 李总 那我先来 我跟陈超生 与钟鹏浩是在一间办公室 我们三个人经常合作做项目 我们三个所负责的设计各有侧重 具体的分工啊 您可以看一下这条工作的邮件 这个是我们三个人 刚完成的设计的网络电邮 因为是回复叠加回复 所以可以看清整个设计的流程 彭彭彭是钟鹏浩浩 是陈超生 很不错 一看就是内行 可以看出来 虽然说工作量巨大 但是脉络清晰 同时也能看出你们的工作严谨细致 而且配合默契 这确实比面试要说明问题啊 你的思路很清爽 不过一直适用于内行 小钟说 她得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才能来公司报到 时间一直不是很确定 那你呢 我可以先问一下公司吗 这个也和小钟谈过了 她两万五 你两万 小陈呢 和小钟的资历差不多 一两万五 反对 同工同筹 可是你的资历 和这二位有差距啊 相差也不大 差个一两千是可以的 好 那这差两千 那你们三个一起过来 以后也是你们三个 共同做项目 陈潮生 陈潮生 那我帮你说了 是这样的 李总 我们三个人是分头找工作 陈潮生昨天在杭州谈的是 人均三万一个月 也是我们一个团队 三个人一起跳槽 我确实对上海比较熟 但是杭州那边给的太多了 而且房租也便宜 陈潮生 你怎么回事 说好的都在一起 你要是单飞了 我房租跟谁分啊 一个月一万了 一年十二万 这样 我要开个会 小钟啊 你带二位到公司转转 顺便到食堂吃个饭 半个小时候再回来会面 好 李总 李总再见 娃娃机 能通电 不是 你怎么回事 陈潮生 你昨天还说两万五这个价 够有诚意的了 你昨天在杭州不是也抱着人家吗 这不是谈价吗 得漫天要价 怪我李总不是已经松口了 那 太长 就她嘱咐的我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老实孩子 说多少就多少 少说话跟着我们吧 我就知道浩子这老实孩子 也跟人谈价 来 来看看菜单 早餐 中餐 有早餐 有宵夜才算很难 今晚宵夜是有机奶和葫芦蛋糕 各位 两万五我认了 杭州的三万五 购买多少牛奶胡萝卜蛋糕 有点稚气好吧 那是重点吗 重点是胡萝卜里面的Va 牛奶里的蛋白 这都是对眼睛行的物质 你想想这栋楼里有多少脑力民工 他们对着电脑一整天 到了晚上 他们不需要补充这种物质吗 作为一个公司 能想到这一层 人质易尽 二位 佩服佩服啊 这位呢 走到哪儿都只钻前眼子里 这位呢 走哪儿都只想着吃 服了 他们说 为了公司提供的夜宵 是胡萝卜蛋糕 两万五也认了 还说 咱们公司能想到 胡萝卜蛋糕这一层 也是不容易 都还是小孩子呢 容易骗 行 先这样吧 谈判 最忌讳的是什么 是谈不下去 让李总直接把工资 从两万五开到三万五 他太为难了 没法谈呢 所以啊 试探出底线之后 我们才要找准时机 递上一条梯子 方便方方爬下来 粉饰的话就要 然后 地上橄榄枝 也叫威威双赢 还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所以我才会在食堂 拿胡萝卜蛋糕做文章 让人传话给李总去 你们两个鬼啊 使我牙辉 所以啊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 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是啊是啊 一个优秀的企业啊 不但要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 而且要为年轻人 提供丰富的成长机会 往我们的领导说正话的时候 就又要赖我们的提升奖了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直接的吗 我们领导一直是这样的 说是激励教委 通过和各方面的沟通啊 最关键是要平衡 同阶段同事的薪酬差异 我们认为一个月三万五 有难度 如果你们能接受一个月三万 小于两万八 我现在就可以和你们定下来 说好兄弟们要在一起 而且这是有暖心派胡萝卜蛋糕 对啊 而且你再找另外的合作伙伴 肯定没有我们顺手 我们可以多出成果拿提成的 登山不亮西山亮 两个叛徒 那就这样 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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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子总还真的以为怎么上当 谁知道 谁知道李总的心理底线是多少 他也是咱们上当 所以双赢其实是双方都陷入了 自欺欺人的虚拟境界 不要倒了 从来没想过自己 这么知情 你心这么大 可我做的都是很容易的事 我们做的也是很容易的事啊 反而我觉得你的公共部分 才是最复杂的 程序又多 逻辑又一丝不乱 是不小点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害得我之前为了寻找材料 四处碰皮 你这么精力的人 肯定以为你特别了解自己啊 我救你个咬死同工同仇 欲赫难填 走啊 吃得好的 你们去吧 晚上舞蹈课 可以辞了吧 得去 有钱责 有是我的爱好 当然关键是有钱责 解锁什么怕的 对了啊 明天去搞事情 放手稿 反正合同都欠了 神风喜事精神说